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论孝心 你们都好 其实 这孝心啊 也并不在这些东西上 要紧的是 你们要好好替皇上分忧 为朝廷处立 替娘争面子 你们看 要不是你们兄弟替我争气 哪来这么多人送礼贺寿啊 前不久 大哥的生母纳纳纳娘六十整寿 竟没有一个人去扣售 还是我过去啊 陪她说了半天的话 那情景啊 阿娘 既然您老人家这样说 儿臣有件事 得先请求了阿娘 然后才去办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如果是朝廷的事 可不要跟我说 咱们大清朝有规矩 后宫可不能干政啊 是 可这件事儿臣必须先让阿娘知道 那就说吧 儿臣想举荐十四弟出任大将军王 十四弟身痛兵略 又管了多年的兵部 只有他出任大将军才能平定西北叛乱 为皇阿玛分忧 再说 这件大功劳 儿臣也不想让人家给夺了去 所以说 车外带兵是辛苦事儿 可我不能光顾疼儿子耽误了朝廷的大事儿 何况 镇儿这么想 既为了朝廷 又为了自己的兄弟 铁儿 还不谢过你四哥 谢过四哥 四哥 我万没想到 今儿在皇阿娘那儿 你提出要保紧我做大将军王 看来到了锦压关头 打虎还得亲兄弟啊 怎么了 罚这样的感慨 难道还有人不想让你出任大将军王吗 有些事儿 你不知道 八哥也指望出去带兵呢 那怎么行呢 兵者国之大事 他不懂兵略怎么能带兵呢 是啊 可不知道皇阿玛是怎么想的 十四弟啊 不是四哥说你啊 做人做事不能光往这方面想 比方说 西北那么大战事 关系到朝廷的安危 首先就应该想到的是 谁能够带兵取胜 在这么阿哥当中啊 也就一个老十三还有一个你 可是叫我举荐我第一个就要举荐你 为什么呢 因为十三弟的外公是克尔克蒙古大汉 倒不是说他去带兵就会反叹 而是啊 欠了这层关系啊 就会影响军心 我举荐你 那是为了朝局 是为国举贤 我不在乎人家说什么亲亲数数的 四哥 既然你抛了心里花 我也不藏着掖着 倘若皇阿玛真让我到西县去领兵 这后援粮草 我还靠四哥支撑我 我现在管着户部 当然后援粮草靠我来支撑你 不过朝廷征调粮草 一般是由陕甘接应 所以陕西甘肃才是最紧要的地方 四哥 我有个想法 不知你以为如何 说 如果真是我出任大将军王 我想保举年庚瑶做陕甘总督 这话你不说 我还真不好提 论财聚啊 年庚瑶最可靠 要是十万大军后援不缺 也只有年庚瑶最合适啊 一言为定 今儿叫你们来 主要是商量一下西北用兵的事 成二丹轻敌冒进 致使六万兵马全军覆没 朕决定从皇子中则以贤者代朕出征 奉大将军王 来 嬴堂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回皇阿玛 应提宪管兵部 儿臣以为应听听他的见解 是啊 应提室管兵部 可朕现在想听听你的见解 喳 儿臣以为 二个带兵只是个做朵的主帅 要紧的是运筹帷幄 将士用命 皇阿玛是才说的一个贤字 儿臣认为至允至当 因此 儿臣举荐八个印寺 请皇阿玛见纳 九哥的话有理 当主帅的 远用不着冲锋上阵 诸葛亮一丁点武功的也没有 不照样打胜仗吗 实也的话至为允荡 老臣薄举一人必能胜任 兵法云挨兵必胜 二阿哥印仁自获罪以来痛悔不已 常思戴罪立功 以赎前前 老臣以为 如派印仁前驱带兵 他一定会身贤士族 鞠躬尽罪 请皇上见纳 好啊 好啊 竞技私动了啊 他想越马僵差 将来好带兵又来逼宫 又来串逆 他既然想骑马 那就把他关到上司院里去 让他和马关在一起 这 皇上 皇上是老臣昏辈 老臣收回奏情 请皇上不要虐待废太子啊 皇上 好了 把王上掺出去 这 皇上 皇上是老臣昏辈 是老臣昏辈啊 皇上 敬真 儿臣在 你说说看 谁出任大将军王为好啊 儿臣写了个折子 敬乘皇阿玛御来 你看 你说说看 你把我举的是谁啊 回皇阿玛 儿臣举荐十四弟出任大将军王 啊 儿臣举荐十四弟出任大将军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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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福远大将军王 参见福远大将军王 天根瑶来了吗 是 他是刚刚到京的 立刻就到这来了 我这就见他 这 其他的人 我一个也不见 四爷 四爷 啊 啊 是李卫来信了 哪儿信呢 啊 简直是天书 啊 嗯 这 这这这这 是 吴先生 我来念给你们听 好好好 主子 奴才李卫狗儿 帅老婆翠儿 和主子父母 盖头了 和主子父母盖头了 这 这是 给主子福尽磕头啊 果然是天书啊 报告主子 一个好消息 奴才当直线了 报告主子一个坏消息 奴才不会看状子 好个糊涂的直线 哎 不会看状子 这怎么断案呢 啊 这底下还有一段 报告主子一个 不好不坏的消息 奴才老婆肚子里 有小狗了 王爷 不要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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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最后一句 也是最要紧的一句 嗯 最后报告主子一个大消息 年庚瑶进京了 年庚瑶进京了 他自己好像并没有禀报过王爷啊 是啊 我也正在纳闷啊 四爷 不知为什么年庚瑶突然到北京了 而且到处乱窜 走 他现在在哪儿 现在 好像又到八爷府去了 八爷都没有禀报过王爷了 他就没有禀报过王爷了 八爷的话奴才记住了 到西北后奴才会随时把那里的情况报告八爷 八爷 十四爷也领着年庚瑶来了 快请 喳 你去吧 喳 喳 年庚瑶出任陕肝总督的事还要在意 等我和尚书房商量以后再定 喳 更要这次能接任闪肝 多蒙八爷和十四爷的提醒 更要敢不集中尽力以图报效 年大人在这儿 正好 什么事 刚才四爷到吏部 把奏报年大人出任陕肝总督的那张文书拿走 说是还要和尚书房商量以后再定 练功 到今后你还没有见过四爷吧 那你快去吧 晓儿姐姐 不是呀 秦把大人疲惧怎么派在这儿跪着呢 这是年大人吗 去去去去 一点规矩也没有 念大人 福晋说让您起来 有什么话待会跟四爷说 四爷 四爷 福晋吉祥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什么事弄得年庚瑶 跪在那儿一个下午了 人家虽说是我们府上出去的包音奴才 这会儿也是朝廷的大员了 犯了什么事儿 你不会当着面教训他 我没有这样的包音奴才 你说的对啊 他现在是四川巡抚 听说还要生什么陕肝总督 不得了啊 他在外面是开牙剑斧起居八座 进了京那也是一方诸侯 自然有办不完的差事 做不完的应酬 你问过他没有 昨天就进了京 为什么今天下午才来啊 天可怜见 他心里边就没有我这个主子 我哪里还敢认他这个奴才 我又没叫他跪在那儿 叫他走 奴才年耕瑶叩见主子 也好 这不是年大人吗 几十进的京啊 公事都办完了 快起来 我怎么收得起你的头啊 别折死你四爷 我怎么收得起你的头 ζ�子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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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子 怎么是你 主子 不行 来人 来人 奴才在 来死的奴才 怎么这般没规矩 搞用 奴才在 把他带下去 打二十棍子 主子 是奴才自己愿意伺候您的 与他们无关 看在年大人的面子上 记下你这段打 下去吧 走走走走 见过八爷了 是 大约还有九爷十爷 想必也都败忘过了吧 回主子 奴才敢对天发誓 绝没有自外于主子的心思 因为奴才接到的是兵部的文术 一道经 就先去了兵部 没想到 没想到十四爷把奴才 带到了八爷那去 哼 我几曾说过 你不该先到八爷那去了 天理良心 八爷 九爷 十爷 还有三爷 我们这都是骨肉兄弟 十四弟就更蒙说了 我们还是一个娘肚子里出来的呢 你若是替主子去拜望他们 我巴还巴不得呢 我还会怪你 我指的是你的心 不要盘算着天上这块云那块云 你头上只有一块云 那就是我 我 你知道不知道 这次 为什么生你做闪肝总督啊 你还不知道吧 今天呢 我要是晚去一步上书房 这个闪肝总督就换了别人 不要以为你现在是一方封疆大吏 起居八座 剑鸭开斧 只要朝廷里有人一句话 就可以把你剥得干干净净 奴才再糊涂 这一点也不会忘记 奴才这棵枝枝叶无论长到哪 根总是在主子这里 千错万错 总是奴才做事不当 才惹得主子生气 这回奴才能接任善干总督 就一定替主子争气 如不能接任善干总督 奴才也一定在四川好好干 绝不辜负主子的深恩厚义 我教训你 为的是你好 你要知道 你是我奴才中出去最大的官 我对你期望越深 则你越严 北京怎么乱 你一个人出去胡走乱闯 惹出事来谁来保你 你当你委屈啊 就连我也是不敢多说一句 乱走一步路啊 还没吃饭吧 正好我也没吃 我这就吩咐厨房把饭端上来 咱们一块吃吧 谢主子 起来吧 走 怎么晚了 还没歇着呀 九月 你到这儿来也快十年了吧 记得当时你才十来岁呀 吴先生 你说吧 想把我怎么样了 我不过是一个从死囚牢里放出来的犯人 一个又根不全的行鱼之人罢了 那你更不该一个人 就这么苦着自己 总不能一辈子孤孤单单的寄人篱下吧 九月 吴先生 难道我们就真的没有那一天吗 九月 九月 你记住我一句话 你早晚是四爷的人 我来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出发 驾 康熙57年 印体封服远大将军王 率十万大军 开赴西北平安 至此 猜疑了许久的皇位继承人 似乎有了新的答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黄聪盇 你的信我已经收到了 蛮纸的白字怎么做官呢 你要多读书 要做一个好官 记住 把年庚瑶的情况随时告诉我 顺便说一声 吴先生做梅 我以那秋月 被册服尽了 王爷 这下秋月兄妹更是自己人了 不要冷落了她 经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快到了 这一天是康熙皇帝六十八岁寿臣 更是她登基满六十 跨六十一年的大庆 朝野上下 都在盼望这一天的到来 盼望雨露普将恩泽君战 正当民间自发的张灯劫彩 颂盛起伏的时候 宫里却静悄悄的 毫无大庆的迹象 慢点 别刷一刀 都忙什么呢 皇上 今儿不才三月三嘛 再等等 等等 你们这个孝心 朕都知道了 朕今天还想看点书呢 你们跪安吧 跪安吧 朕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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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阿玛在等什么呢 他在等待西北战场的胜利消息 看样子 老十四在黄阿玛心中的分量是越来越重了 十四地如雾 时机尚未成熟 千万不可出兵 须知道 我军凯旋之时 也即五帝解除兵权之日 老厄 八爷叫我们按兵不动 你的看法呢 奴才是个带兵的 按照眼下的情形 似乎应该出兵 可八爷 他这样认为 我觉得必有他的道理 什么道理 无非 就是怕我们打了胜仗 压了他 十四爷 您怎么能这么说 你觉得我这样说 是反叛的 对不对 这 十四爷 老厄 你太老实了 十四爷 这信从哪来的 你先不要问是从哪来的 你只说 这是不是八爷的笔迹 这确实 确实是八爷的手机 可八爷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人心难测呀 八哥待我原本也无话可说 可是就为了这大将军一职 他才开始怀疑上我了 派雅各齐塔宁来监视我 后来见我重用了你 就一信你倒向了我 这不 他一边来信叫我暗兵不动 一边派人给雅各齐烧信 叫他暗中放你的冷箭 这下你明白了 念的 我真瞎了眼了 十四爷 那个送信的人在哪 把他交给我 什么 你真想和八爷作对吗 十四爷 你说我该怎么办 听我的 你就没事 当务之急 所以我们得立刻出兵 敢在皇上万寿之前 打一个大胜仗 然后我派你进金报捷 附带将我的寿礼京城 皇上一高兴 你升了官 八爷也就无奈何了 十四爷 奴才愿听您的 好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梁草 您耕摇 我已经缺了几道命令 他总是借故推腾 没有梁草 我想打这仗 也没把握 快点快点 给我来 放到这 放到这 打紧点 这 这 禀之台 两头都与备齐 何时起运 走 大人 梁空 信已收到 你能试试禀告我 然后实行 我心甚畏 前方军事牵扯到朝廷安危 帮肃将粮草 全部运往军前 窃窃无无 所迁军饷 让李渭来京办理 启运 启运 大将军 粮草到了 粮草到了 好 好 好 两草到了 好 大将军 粮草到了 大将军 粮草到了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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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挂这 这 这也挂上 好 翻这 骆不经骰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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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楼上请 冲啊 来 停下 来了 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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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啊 走上去 在主这儿 可没咱们做教子份啊 就你知道理了 来 走吧 走 好 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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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死奴才了 好你个小狗崽子 奴才李位 翠儿 给主子靠头 主子万筛安 起来 起来吧 怎么 走着来的 做良道了 小妻子连叫钱都舍不得了 这 你不嫌憨 可人家翠儿大小也是个四聘夫人 怎么能让人家走着来呢 不是 回爷的话 原是做教来的 到了不动口 狗说在主子面前做教不恭敬 这才走了进来 连小狗都这么大了 叫什么名字 四岁了 想着主子的恩德 叫李中四爷 是 李中四爷 意思不错 就是叫起来拗口 后面两个字去掉 就叫李中 是 来 给主子磕头 快 起来吧 主子 皇上的万寿 奴才跟年庚瑶都备了受礼 后来 后来接到主子的信 就没敢带来 我现在要赶到宫里去 你们先去看看附近 过后李渭到凤婉婷吴先生那等 晚饭咱们一块吃 起叫 走啊 走 来 走 来 不� mier 走 夜